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阳机长 今天我开这辆手动挡车要回复眼 给大家演示一下 驾驶手动挡车型我自己的一些操作技巧 可能我的方法也不一定完全正确 大家可以接见一下 有用就学,没用就当看热闹了 下面我来开始演示 首先我说一下 驾驶手动挡车型握方向盘的位置 我们的左手可以握在方向盘的靠上一点的位置 就是10点钟滑向的位置 右手可以低一些 就像我这样握 因为这个右手握低一些 离这个挡杆更近 这样的换挡更快 大家可以看一下 更快速的可以碰到挡杆 如果你要是握在这个上面的话 那就距离比较远 下面我来演示一下换挡的操作手法 从一挡到四挡 加挡的时候 用手掌握住挡杆的侧面 这样的操作起来更方便 比如这样 现在挂一挡 挂二挡 挂三挡 挂四挡都可以 那么从四挡升五挡的时候 手掌可以前翻 直接一推 就是五挡 然后从五降四的时候 可以这样挂挡 摘下来直接就挂上了 然后再继续再这么挂 二挡 一挡 这是挂挡的操作手法 现在开车出发 实际操作一下 一挡起步 换入二挡 然后挂入三挡 用相同的手法挂入四挡 现在开始加油门提速 手掌外翻 直接推入五挡 在推的时候 只要顺着挡杆的形成轨迹 轻松就可以进入挡位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降挡操车的操作 前面是一辆客车 车身比较长 现在是五挡 想快速完成超车 可是发动机排量小 提速慢 这时就要降一个挡 快速降到四挡 加油门 快速完成超车 前面有一辆速度比较慢的车 我选择用三挡跟车 这样在超车时 提速会更快 挡位低 扭矩巨大 那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